大家好 先先恭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人月兩全圓先 今晚有沒有在外面慶祝中秋 吃了月餅沒有 杭州沒有杭州炒飯 星州沒有星州炒米 菠蘿油就沒有菠蘿的 想不到現在香港月餅 原來在香港本地是沒有出產 也沒有出售的 為何會有這樣的現象出現 今晚可以和大家一起去應節 講一講月餅這個題目 在詳細說香港買不到的香港月餅之謎之前 首先和大家看看 今年的月餅市道如何 中秋佳節吃月餅這家東西 真是中國人的傳統習俗 銷量應該有一定的保證 不過怎樣也好 始終銷情和經濟大環境 息息相關 環環相扣 很多月餅品牌的負責人都表示 今年月餅的零售市場 比起去年同期緩慢 始終都不是必需品 環境好的時候買多一點 沒有所謂 環境不是那麼理想 又或者有些不確定因素的時候 不是必要的必需品 當然也不會是個別的客人 主要想要採購的東西 所以今年月餅這行生意 大部分主要都是靠商務客來維持 商務客是會買來送禮的 今年的高峰期和以往都是相約的 平均都是在中秋節正日之前的兩至三個星期 左右開始就有些早了優惠 但是商務客不是散客 通常都會比較遲落單 這就是影響了早了優惠的反應 不同品牌的銷情都比去年稍微緩慢 銷量下跌了2.5%左右 商務客都不一定要買月餅送禮 不少客戶都會買其他的產品 送給別人作為中秋節的禮品 例如是一些禮籃或鮑魚等等的產品 普通的市民對健康又越來越注重 都可以反映在月餅的銷情上 除了小食月餅之外 還會選用一些不是太傳統的月餅 傳統的食品店大師者創辦人 麥麗敏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 今年正式推出了一個口味 又鹹又甜 我最喜歡吃那種又鹹又甜 我最喜歡吃這兩種味道混合的東西 海黃蛋黃蓮蓉月餅 因為甜度比其他傳統月餅低 意外跑出 但我不覺得很意外 因為現在大家都比較注重健康 是小糖、微糖、不想那麼甜 是可以預期的 在今個月初 這種月餅他們就很快賣了 近年也是傾向大家會選擇一些較健康的水果 來做節都會有的 放棄了月餅的 所以月餅的競爭對手不單止是大經濟環境 就算是其他的替代產品都變成是對手 競爭是大了很多 香港品牌的月餅其實不少 但最近出現了一個 掛著說是香港品牌的月餅 竟然不是在香港生產 亦都不是在香港發售的 但賣得非常之暢磨 究竟這件是怎樣的一回事 休息一會我們回來繼續 又是時間提提大家 及早照顧頭皮健康 總好過出現了問題之後才去處理 但問題真的出現了的話 都不需要緊張 最重要是快快去面對它去處理它 我極力推薦大家打這個電話 55668299 找黃先生談一談 除了為大家準備了旅行裝 貴園美封營洗髮路之外 還會為大家做一個免費的頭皮檢測 和一次免費的療程體驗 總值都要超過一千元 大家不需要擔心 接受了這些禮品 接受了這些服務 一定是否要 一定光顧它買它的東西 買它的服務 我可以向你保證 我可以向你保證 是不會出現強迫消費的情況 快點拿起電話 打給黃先生和他談一談 解決你問題 這個密碼就在前面 55668299 孖5孖6 82孖9 我可以控油滋養 我更厲害 我可以防血肉髮 我更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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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要爭了 你們要相負相成 你精通改善頭皮基礎 你精通烏髮肉髮 出盡頭髮健康生長 你先出錢 再到你 哪有得輸 先紅後黑 全家都用得 智強洗髮路 發再生 內地有一個非常出名的 直播大課的主播 他的原名是張慶陽 他以瘋狂小陽哥的稱號 和他旗下的各大主播直播間 近日都在推銷一個牌子的月餅 就是叫做香港美城品牌的月餅 我們熟悉的香港的知名藝人 和電視台的管理高層 也是三隻羊香港分公司的老闆曾志偉 曾經現身和小陽哥在直播間 一起推銷這隻月餅 當然很容易給人印象 就是香港人都知道有這個月餅 都會享用這個月餅的感覺和印象 張慶陽在2021年 成立了一間合肥三隻羊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曾志偉就是三隻羊香港分公司的老闆 這個公司就是合肥那間 張慶陽就是他的法定代表人 這件事引發了很多爭議 因為這款月餅在香港買不到 不少網民質疑是否有虛假宣傳的成份 買了的想申請退貨但遭到拒絕 廣州市、花刀區、市場監督、管理局等等 監管部門都介入了調查 香港的海關也在他小紅書的官方帳號發了一條片段 提醒消費者在買商品的時候 要認準官方的渠道 千萬不要上當受騙 在前兩三天 14日直播大貨期間 三隻羊旗下的另一個帳號 瘋狂小讓帝銷售的美城月餅旁邊 還擺著美心月餅 對網友來說 這個很容易被人混淆 誤以為美城月餅和美心月餅有關 又或者是一樣的香港品牌 究竟美心集團有沒有在香港 或者內地發現房務美心品牌的月餅 美心集團有這樣的回應 美心多款的月餅禮合裝 都是貼有房藝標籤 顧客撕開房藝標籤面 撕開它就會看到底層彩色的房藝圖文碼 和房藝二維碼 透過微信手機應用程式裡面掃一掃的功能 就可以在美心官方驗證網站辨別到真還是假 今年美心還在每一個查詢平台 推出了一個在線客服的功能件 由人工智能的客服協助顧客 去變用貨品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 說回這位瘋狂小陽哥 他所出售的香港美城月餅 好像剛剛提過 香港沒有門店的 產地也是廣州和佛山的 美城禮官方旗艦店 客戶服務強調 美城品牌是在香港註冊的 也擁有雙標證書 是為了更加好去拓展和發展市場需求 才是在廣州和佛山 設立了行銷中心和生產基地 香港美城食品集團有限公司 就是在2019年註冊成立 而註冊的地方的確是在香港 但是品牌的營運方 是廣州市美城食品有限公司 是位於廣州市 以批發為主 生產廠家 是廣州市美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在2014年 香港美城月餅的字樣圖樣的商標 就是在9月22日註冊的 剛剛滿了一年 數據分析服務平台 的數據顯示 美城月餅這個品牌 是為美城禮 這個品牌在直播期間 最近30天內的銷量是50至75萬 很厲害的 銷售額到7500萬至1億人民幣 三隻羊旗下抖音的直播家 終於在這些爭議中 停止銷售美城月餅 因為那些網民很洶湧 即是摘罵之聲很洶湧 主播關閉了評論功能 在2023年 即是去年 三隻羊發布的影片當中 自己說 再去年那一場直播期間 賣了10萬張單 即是三隻羊最少連續三年 已經售賣香港美城月餅 我有些不明白的 為何曾志偉會出現在直播間 直接或間接地認同這個品牌來自香港 這次可能對他本人的公信力 都會有一定的打擊 特別是現在官方媒體都出聲 人民幣批評網絡主播大課 都要遵守法律法規 不能夠建立忘義去踐踏法律 憑現在公眾可以得知 可以看到的顯示資料 這樣的銷售手法在道德上 就固然出了問題 直播期間宣稱這個品牌 是來自香港的高端品牌 但是事實又不是這樣的 在法律上極有可能 是有追究的空間的 產品、產地和廣告標識不符 是有機會構成欺詐行為 消費者是有權要求相應的賠償 作為香港人 我們都可以由這件事當中 得到一點點的安慰 至少都讓我們知道 香港這個品牌仍然是有價值的 有價有市 你看